台行政机构前发言人陈宗燕近期深陷性招待丑闻 21号 陈水扁之子陈志忠被问及此事实声称 所有党公职人士都要接受各种挑战 当然是要以最高的标准来自我要求 这番话说的是义正言辞 然而讽刺的是 陈志忠在2010年时就曾被台媒爆料召计 事发后 陈志忠提告爆料媒体 但高雄地缘认定 报道与事实相符 判决陈志忠败诉 台媒也嘲讽 陈志忠是法院认证的嫖客 对于陈志忠评论陈宗燕接受性招待丑闻一事 台湾媒体人黄阳明嘲讽到 陈志忠真不愧是过来人 他只是说他就没有管住自己的客制住自己的欲望 那现在被挖出来就是更难堪 那但是呢 基本上他的政治生命 基本上我认为已经完结 只有一条路他可以重返政坛 就是去参选议员 要必须获得民意的支持 民意支持一个有被报信招待的前官员去参选 这条路是陈志忠开创的 台湾媒体人朱凯湘则表示 听陈志忠评论陈宗燕时总觉得怪怪的 一个被法院认证召集的人说要洁身自爱 真的有点黑色幽默 还记得那时被媒体爆出来时 陈志忠也是跟陈宗燕一样 极力否认装死到底 之后被法院认证 只能说民进党的脸皮都很厚 陈志忠的言论被媒体曝光后 有不少台湾网友留言嘲讽称 竟然让陈志忠来回应这个问题 陈志忠的最高标准是指他有付钱 陈宗燕没有吗 还有网友讽刺到 最高道德标准为自我要求 但因为难度颇高 没做到也没关系 陈志忠讲这种性招待问题 就跟阿扁讲不要贪污一样 毫无公信力 而且很好笑 更有网友不禁疑问道 民进党里面怎么都是这一类的人